从台电宣布调涨电价后 网络上就出现许多租屋族讨论声音 尤其分租套雅房的租客担心房东恐借机喊价调涨电费 而根据主机总处2020年家户租用统计 全台有近87万户为租户 租屋人口数将近245万人 因此立法院何志伟与郭国文联合崔妈妈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要求台电与内政部应该主动解决民众问题 特别锁定在六都都会区 其实长期以来在于电价不透明 产生一些在租屋上的争议 很多时候加以两方 特别是租屋组本来就是相对弱势一点点 在不透明的电价的计算公式跟架构之下 在合约没有写清楚的状况之下 大家为了不要说就是在走这个诉讼 很多人就吞着就下就就就不去处理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炳银强调 分租套雅房的租客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 居住正义应该优先受到保护 因此建议台电允许改为用电地址申请查电费 目前的基本上你要去查电费的话 要有电号跟用电户名才能查 那其实电号何等困难 就是房东怎么会平白给你电号 所以我们这部分也长期有主张 就是台电这边可以改为用电地址去查 台电方面回应为了降低电价调涨 对租屋组的影响 特别公告建议分租套房型的用户 可向台电申请装设免费智慧电表 至于开放房客以租屋地址查电费 则担心会有用户各自外泄疑虑 对此郭国文质疑台电如何让房东主动装设智慧电表 还有内政部关于租赁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四项的规范也可能让房东有漏洞可专 台电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诱因还有措施能够鼓励这个房东 愿意来这一个装置这个智慧电表 这是台电要面临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呢 在内政部的部分呢 这相关的这个住宅定期化契约当中 他用当月的用电量最高集聚的金额 那这个可能会让房东有漏洞可专 是不是要直接订定最高集聚的金额 是不是可以改成当期美度的这个平均 内政部方面则承诺会邀及相关单位进行讨论 并提醒房东在租赁期间 不可片面更改契约内容 否则将违法受罚 立法委员何志伟等人最后提出三项主张 包括台电因主动装置智慧电表 用电资讯必须透明 内政部则应紧述修改不合时宜的 租赁定型化契约中的应记载法规 并要求台电与内政部 必须在三周内针对这项问题 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